我是從疫情開始之後 每多久我就開始噴蜂膠 我目前噴了大概三個品牌 然後就是我現在留下來持續使用的一個品牌 然後就是補保護患子的這一個 那個時候他們推的時候給我的時候就想說 有我現在噴的那一個好嗎 對 結果沒想到一噴 它的分子非常的細 然後一般的蜂膠 早期大家聽到蜂膠噴霧都會覺得它很嗆很辣 以前的 對 但是它現在其實有一些廠商 它一定會加一些些金藻跟蜂蜜在裡面 所以它相對的就會比較潤口感好入口的一點 然後這一款蜂膠是 我除了很讚賞它的噴口以外 因為我想要跟別人分享說 它是不會碰到你的口腔的 然後我現在也不能直接這樣噴到家 然後再來是它的分子很細 它就會非常容易進入到你的這個 生帶喉嚨這一點 然後它下去的時候不會嗆 它會有一種 你會感覺它好像有一些 溫潤溫潤 對 在你的喉嚨這邊作用的感覺 然後會讓你瞬間本來你講話有一點點 好像要沙達要沙達 對 然後容易咳嗽的時候 就是 它馬上就會舒緩掉 這個就是你有狀況的時候就可以噴三下 然後它是 無論大人小朋友老人通通都可以使用 對 而且它的口感啊 像 我剛剛就有說嘛 每天我都在噴我家的小孩 那像它的口感的話其實就是微微甜 但是又不會就是導致你生潘 太甜太膩 對 然後它也不嗆不辣 所以我家的小孩自己也都會乖乖主動噴 然後它用的是巴西等級的綠蜂膠 我們每次講到蜂膠我們就會很在意說 那這個蜂膠是哪裡的 然後最高頂級我們都知道是巴西 然後再來就是你要看這個蜂膠 它本身的含量高不高 因為有時候如果它的含量不高 你可以吃噴精酸的 對 然後重點是這一款蜂膠它是高達45%的蜂膠含量 表示其實它裡面還有一些草本的配方啦 就是很多草本的東西其實反而是去療入我們身體的一些主要成分 然後這個古堡無患指揮是粗的這款蜂膠 用的全部都是草本的精華在裡面 然後當然最主要的就是蜂膠 蜂膠就是有抗菌啊消毒啊 然後呢對於現在的喉嚨保健 其實我覺得非常好用 現在很需要 現在很需要 然後它用的是麥魯卡蜂蜜喔 就是都是很頂級的東西 這一瓶呢就是分享給大家 我個人最近的心頭好 蜂膠 蜂膠 蜂膠